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的内心深处 一直对爱情持有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他觉得恋爱就是浪费时间 这天 水哥捡到一只造型十分奇特的手表 他情不自禁就戴了上去 手表立刻发出了命运探测器启动的语音提示 水哥一脸懵逼 这是什么鬼 于是他开始为水哥指引方向 如果不照做 就会发出巨大的噪音 无奈 水哥只好按照他的指示走进了一条小巷 于是如命中逐定般遇到了心中的那个他 为了摆脱两个混混的纠缠 小力牵起水哥的手逃了出去 两人跑到公园的喷泉旁 与此同时 喷泉突然启动 两人之间的小悸动不断加深 小力笑着对水哥说 此刻就是永远 水哥回味着这句话 嘴角不自觉上扬 这一刻他真正相信了命运 第二天 命运探测器又开始指引方向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没想到水哥再一次遇到了小力 水哥心里的小鹿就要跳出来了 没过几天 两人又在朋友的婚礼上相遇 在水族馆相遇 这接二连三的偶遇 水哥对两人之间的缘分深信不疑 于是自然而然两人恋爱了 两人一起听音乐 一起玩自拍 一起看烟花 浪漫的仿佛电影中的男女主角 水哥肯定两人就是命定了一对 于是打算趁热打铁 向小力求婚 结果看到小力正和他的前男友小帅和好 并带着小力一起出国 绝望的水哥转身离开 果然前任都是发跃不了的鸿沟啊 黯然神伤的水哥回到家 越想越窝火 可是小力的身影一直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经过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 水哥觉得命运是掌控在自己手中的 于是他决定去追回小力 这时一气脱离了水哥的手腕 掉在了地上 水哥终于相通 所谓的命中注定啊 不是默默的等待 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追寻的 水哥鼓起勇气 对小力真情告白 小力也被深深的打动 两人最终幸福的拥抱在一起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此时小力的手机上赫然提示任务完成 他意味深长的笑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局 所有的情节都是安排好的 水哥只是命运探测器生产公司的实验品 所谓的命中注定 不会是用钱堆积的虚伪 而就在此时 命运探测器公司的人 又开始推销自己的产品 根据他们的调查 女性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对立项男性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 20岁的女性重视颜值 30岁的女性就会考虑经济能力 而到了年纪的女性 则会找一个投缘的精神伴侣 这项服务终身有效 果然五年后 当水哥还沉浸在 自以为命中注定的爱情中时 这时的小丽埋伏在那个小巷里 准备用相同的剧情 套路一个腰长王冠的石油大亨 故事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命运探测器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